下位梁國雄議員 主席,我跟回莫禮江的調子 第一,鄧隱江先生 我以前得罪你,不好意思 原來還有一個比你差的人 叫梁振英 你叫他鄧隱江郡那時候 我已經覺得是非常之差的人 原來現在梁振江郡 是一樣那麼衰的 烏瓜瓜人,一個人搞定 封殺了所有人的意見 我首先向他道歉,李美是最差 第一,我想請教你 現在港台用這麼多錢 就說要提供一些東西 其實你的說法是很合理的 2011年因為有新的東西 你做了股價,所以 所謂由16億跳到60億 那個數目不足為憑 不是純粹是物價加 而是你們做了很多 做了很多硬件 還有因為公共廣播而增加 我想請教你其實就是 不如我請教秘書長 你不是,你低一級 其實如果你是 好像黃維基那件事 麗的,莫乃光說 比麗的有什麼可能 麗的是零修 不是雅士 零修士 零修士 都還有一個零 主席,你讀傳媒學的 是有人不看之外 還可以給分 我一定不看嗎 所以,秘書長 我真的想你回去 告訴蘇局長 不用哭 如果你的政策是這樣 即是保護一間 即是用我們這麼珍貴的 一個貧譜 給亞視利用 給零修士 所以現在我們都不去 找他叫我們去 我們都不去的 零修士的 你有一筆辦法說服給我 就是說 鄧先生 你作為一個處長 我以前已經懷疑你的誠信了 你怎麼可以利用到 我們給60億 即是多給40幾億 那些節目 真的能做到你們的期許呢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即是秘書長 你現在要誰回答 你有時秘書長時處長 你說清楚誰回答 秘書長說 OK,秘書長 即是現在已經這麼差了 不用錢的也這麼差 即是有什麼保證將來 即是這個數碼地面電視 然後 港台有三個頻道 那你做些節目 會不會 即是 很差 因為 因為 鄧穩剛被人指責他 就是他 他 河蟹那些港台員工 他這件事沒有解決他 那麼他給了 四十幾億出去 買個結果 就是 即是你意思就是 因為他河蟹 港台的員工 所以四十幾億 就不應該給他 是不是這樣 OK 阿秘書長你回答 是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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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主席他聽不清楚 我們給了四十幾億出去 但是 特首的施政 就是保護一個零分電台 那有什麼理由 這個在政治倫理上是不會的 如果保護零分電台的話 就是浪費我們的貧寶 浪費我們的錢 是不是 那鄧隱江是一個人戴兩頂帽 又是台長又是處長 這個根本是死症 所以你偽高人膽大 你都不能人格分裂 你不改制 兩個制度 特首獨斷 和鄧隱江一人分身 不改 我真的不給你錢 那四十幾億不用我錢 我給你 謝謝 處長 有沒有回應 主席 因為 梁議員都問了很多問題 和很多評論 不過純粹說 關於那個收市的問題 其實 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收市的計算方法 是一個非常之簡單的 要理解 就是全香港 大約有八百 至一千二百個觀眾 因為總總員 我想他不是說這件事 處長 你不要去解釋 現在兩個民間電視台 如何計算收市 你是否想解釋 有 minus 收市 我就是問 玉文 玉文不懂 零收市之下 還可以衰過去嗎 你會不會衰過 阿士這樣解釋 是很簡單的問題 所以主席 我要解釋 那你最不需要浪費時間 說如何計算收市 OK 因為其實 如果大家 我們內部 有一個是 網上點擊計算的 現在我們純粹看電視的收市 幾點呢 我們自己 不會完全相信 我們另外 有一個計算的方法 就是看網上點擊 因為網上點擊 你是要主動去 找來看的 而不是電視 你開了 看不看又不知道 一不欣賞又不知道 你太差了 不懂五毛黨 浪費時間 炒個油院 五毛黨 都不懂 少一請 可以繼續下去 梁議員 你夠鐘了 下一位